去想界面 很多时候我们在做一个系统的时候 其实界面可能美工一大早就做出来了 但是你现在你在做需求的时候 你要去分析功能 这个时候你不要去看美工的界面 你闭上眼睛不要去看它 去想想你的这个 到底你的这个产品对象 应该有什么属性 什么样的关系 好 有这样的一些了解了 下面我们开始来做我们的一个需求 那么在做这个需求的时候 我来模拟这样的一个步骤 和一个产品 拿一个例子吧 就拿我们的这个例子 拿 这个安卓talk这个例子 这个是我们那个语音的那个小程序 知道 就是安卓手机上面的那个语音的那个demo小程序 我们就拿这个例子为例 我们先来做第一步需求 基于UML的 那么我会怎么做呢 比如我就是 比方说曾宾就是客户 你提出的这个产品的需求 那么我就是需求分析者 那么我会跟你进行第一次需求沟通 第一天我就来找你 我找你我干嘛呢 做我们的第一次需求 第一次需求是什么 就是我们的运营环境和评估 你就进入是前提前提的东西 是评估 评估什么呢 了解客户的预期应用环境 客户的预期效果 以及客户可能提供的资源等信息 同时对这个需求 甚至这个项目进行评估 包括质量评估 投入人力 及各类资源的评估 还有周期的评估 好 我现在就跟曾宾再问这个问题了 我会怎么来问呢 我先是评估 我听说啊 听说你要做一个语音朗读和控制的 安卓客户端 你想 你想让它跑在几点零的安卓版本上面 2.2以上 OK 2.2以上 2.2或者2.3 2.2以上的这样的一个版本 对吧 那么 那么将来是 你是打算给谁用呢 是你们公司内部用呢 还是放到Market上 供别人下载呢 针对哪个国家的用户呢 全球 针对全球的个人用户 好 那既然针对全球 我们是不是应该考虑用英文版 多过语言 好 多过语言 那么 你打算什么时候要这个产品呢 一个月 一个月 你能给多少钱啊 两万 OK 两万 好 我就这样子举个例子啊 各位 我就这样子举个例子 这就是我第一天 从 送兵那里 得来的一些信息 那么回来我就要进行整理了 那么我回来进行整理 我会怎么样来整理呢 会做评估 做评估 首先 做一个 我们说叫什么 技术可行性分析 考虑 V2.2 好实现不 能否实现 好慢 能否实现 最后得出来的结论是可以 调用哪个哪个API 举个例子 第二 他说做多过语言 我也没问题 这个可行性分析也可以搞定 那么 一个月 还有两万 那我就在考虑了 好吧 我现在放一个生年在里头 或者叫直播 森尿放 森尿放里头 这个森尿 他月薪是一万 那么我只能赚一万 不划算 所以我放个举尿 放个举尿 但是又不一定能保障 这个质量 举尿的话 他的月薪2000 他不一定又能保障质量 所以我在放什么 放一个森尿 放一周 好 最后算出来成本是 比方说5000 我一看 可以做 好 这就是我今天的这个工作 那么这个工作 我就把它这个预言 我用UML怎么样来实现呢 我就直接用UML的文本 建个用力图 把这些文本写到这就可以了 明白了 因为这些你用用力图 其实并不是很好表现 对不对 好 那么 通过这种时候 我又发现有个问题了 哎呀 有问题漏忘了 忘忘问了 什么问题呢 你有个其他的一些 非功能性的要求啊 什么 比方安全性上头啊 均分负载啊 当然这个可能没什么均分负载 呃 还有美 美工啊 上头有没有什么要求啊 等等等等啊 然后我今天就没办法了 今天睡觉 第二天我又跑过去问了 这就叫迭代了啊 那么我还是在问需求 第一步我就问 你在那个将来这个产品扩展上 有没有什么要求啊 你说有 我希望这个语音引擎这一部分 引擎 将来还能给我移植到iOS上去 这就是扩展性的要求嘛 那么我也要把它收集起来 也要把它收集起来 而且这部分要求 就是我们到时候的那个 Z走 Z走 好 那么回来过后 我又开始设计 我就继续完善我的原谅 继续完善我的原谅 最后我完全 如果想偷懒的话 因为这部分比较有意思 用文本就可以表示 对吧 所以你只需要把文本的东西 整理好就可以了 这样子就可以了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的第一次 那么实际上这个我说了 第一是我们的技术可行性分析 第二是我们的什么呀 资源计划 对吧 就是我们的资源计划 第三个是我们的非功能要求 记住 以上三点 我们第一天就可以问出来 然后回家整理 也就是说在客户呢 我们更多的是不是在做需求的这种沟通询问 及原始需求的收集工作 然后回家去做什么 做设计工作 那我们再回去做设计 要形成我们的文字或者表格性的描述文档 当然这个 我们在这里用unm就可以了 这是传统方式 仔细去评估项目的风险啊 项目的这些资源呢 周期啊 等等等等啊 在这里 在这里 我会提到两个东西 第一 如果需要的话 我们也要提供Word或者Excel 这种Office格式 什么叫需要 第一 客户需要 第二你老板需要 这就是我们最常见的两种需要 但只是我们内部团队 开发团队内部传播 各位 uml足以 包括我们整个最后需求文档 整体成文 也是这样子的啊 所以我后面会讲到我们的这个需求的成文过程 好 第二 在客户呢 还是有一些技巧的 不要轻易的去做承诺 我跑到增并那 增并说一个月两万块钱 我说没问题 后来一算老板说 你给我付钱吧 我放一个生鸟一个月 才开发了出来 结果这个生鸟一个月就要两万 对不对 实际上 这种情况 在我们的很多的 就是在这方面管理 不是很正规的公司 常常遇到 特别是很多公司 他的这个授钱 授钱需求人员 他其实更多的是市场部门的人员 他们实际上 并没有真正的需求经验 他们只能被动的 不加筛选的 去把客户的原始的信息给收集过来 然后再交给我们开发部门去评估 而且在这个过程中传达可能又会有误 对不对 这就是不太好的 所以比较好的需求是什么呢 一个市场人员 加一个技术支持 这技术支持 就是我们来做 需求的这样一波 那么只是单纯的市场人员 我以前就见过有一些公司 客户说 这个功能模块 我们希望三个月可以搞定 钱不成问题 那个市场人员可高笑 哎呀一清 有提成 钱不成问题 好 能给多少钱 给你们两百万吧 哦太好了太好了 他就算这个提成 两百万 我能提十五万 我太开心了 好 没有 然后 那么客户 第二句 客户就说 我那天跟你说那个模块 好像 我当时没想清楚 我打算再加入一些内容 比方说这个云引擎 我希望它能够支持多过一元 就在云石别上能支持多过一元 那客户 那个 咱们搞技术的一听 哇 你要支持什么中 这个西班牙文和英文简单 你要想支持中文 日文 韩文就麻烦了 然后 我们就会犹豫 但是我们的 受钱 他那个那位市场人员 他不会犹豫 因为他天天都在想他的十五万 所以他说 没问题 小小意思 我们公司实力天下第一 然后 好 回去了 下次过来 客户就说 哎呀 我那天 我发现 其实还是有一点 有些地方还没有细化 我想跟你说一下 就是其实我是希望能够让我们这个安卓和IOS都能上我们这个程序 然后那个市场人又说没问题 好 最后我们的成本就由二十万变到五十万变到八十万 最后变到一百二十万 最后倒是没超过两百万 最后一评估没有个一两年做不出来了 OK 所以这整个项目我们记住一点 不要轻易承诺 当客户提出一些新的问题的时候 特别是涉及到我们资源性的问题 和需求变更问题 我们都说 OK 我把它记录下来了 我们回去 我回去跟我们相关部门沟通一下 让他给你一个准确的答复 就这样子 所以这个很重要 还有 虽然我们不要轻易的承诺 但是一旦承诺了就一定要做到 言必行 行必果 所以这个在我们的商务行为中 是非常重要的 这里稍微说一下 照我就不就沟通的问题 做深入的探讨了 因为沟通确确实实是什么学问 有很多很多的内容 这是我们的第一次沟通 第一次沟通的话 就会有我说的 基于我们的这个项目的这三方面的 这三方面的一个评估文档 这个评估文档 你要愿意写 你可以做Excel 可以做Ware的 什么的 对不对 你要不愿意写 但其实我这里有很严谨的Excel 评估文档 非常细 细到一周一周的 那么这个大家也可以自己到网上去搜一些模板 那么如果你不太愿意写 你就把它写成文字整理好就行了 放到我们的UML里面 好 那么这个完成了 第一天 我们把评估评估好了 这个系统可以做 那么问我第二次 我就开始去做这样的一个需求了 需求的作用是干嘛呢 就去划分我们的系统子系统 模块 什么块 我们在这个过程中 先找到第一层 然后开始从上至下 划分系统子系统 模块子模块 要分到多细呢 参照我们之前所说的海平面原则 分到我们的海平面 那我们来看一下 在这里我画的这样一个需求 第二天我就去了 然后我又问说 你这个系统到底有哪些具体的内容呢 比方说你有哪些功能 子功能啊 就包含了你看 有我们的系统需求和我们的功能性的需求 那么系统需求 更多的是我们的非功能性的需求 那么就 这个可能第一天我们也都问过了 第二天要 第一天要是没有问详细 我们就补充一下吧 我就有什么扩展性的需求 性能上的需求 附加需求和我们的安全性 这四大非功能性需求 非功能性需求 完了之后 我们重点关注 是功能性的需求 我就会问客户 你要做这样一个程序 大概有 你能够简单描述一下 它是个什么样的东西吗 我们一听 那它是不是由我们的两个大模块组成呢 一个是什么 文本到语音的这样一个朗读 另外一个是我们的语音识别 他说是是是 就是这个意思对吧 那好 我们就继续再细分 那么语音的识别 还有什么情况呢 他说 首先就是我 我说了话之后 他能够识别出来这个命令 然后去执行相应的动作 OK 这就语音识别 第二 他说能够自定义语音命令 OK 我们就认为 还有一个自定义语音命令 那么这个是不是 我们就通过这种方式 把它层级关系 简单进行和划分 对吧 那么 这当然是一个包含关系 他们的是一个依赖和包含的这个关系 这个地方也应该用include 就表示 这个模块下面 有这个系统下面有这两个子模块 接下来这个模块 下面又有这两个子模块 看到没有 好 这个就是我们第二天过去的所问到的 在我问的时候 我可能更多是把它记录在我的纸里头 或者用力卡片上面 那么我回去过后 我就打开了这个star your mail 把它画出了这么漂亮的一张图 你看我们第二天就干这么一条工作 这一条工作 可能我过去问五分钟就结束了 然后我们就可以回去高高兴 睡觉了 那么第二天的设计 就是找到这些包 这些包的关系 记住不要去画具体的用力 这就是我们第二步 好 第三步 当我们的包已经清楚了之后 我们就要开始画具体用力了 要开始细化 这个时候是需要大家打破砂锅去问到底的 而且还要考虑到它的覆盖面 那么一句话 业务就是RNP 那么我们就要去沟通 业务场景的描述和理解 流程的描述和理解 对象的描述和理解 这个地方我们就要注意 注意一些 就是我们要按照层次 从上往下来逐继细分 比方说 我一般都是怎么分的 分到不可再分的时候 我通过这种之前的工作 已经马上分到不可再分了 我再直接去问一个一个的包 一个一个的包 在这样的横向来问 那么比方说text to speech 那么我就去问 你问说 那么语音朗读这块 你打算怎么做呢 然后客户就说了 他用口水话说的 他说的是 我是希望有一个用户 他能够干嘛呢 启动我这个程序 启动了之后呢 他就可以去选一个文本文件 可以去选个文本文件 那么或者他自己可以去输一段文字 然后呢 他就点了一个 有一个按钮 他点一下这个speech 这么一个按钮 然后就开始去朗读了 就这样子 那么当然了 我甚至于我还希望干嘛呢 能够通过手势来进行控制 这个还听起来比较复杂 能够通过手势来控制 他进行直接朗读 好 我们把记录下来了 回去又开始进行设计 最后会成了这样的一个UML图形 叫什么呢 他启动应用程序 选择我们的输入员 语音员 包括了输入文本内容 以及选择文本文件 点击我们的朗读按钮 或者朗读菜单下 开始读我们的文本内容 这里是我们后来补充了解到的 就是什么呢 要求能够读英语和中文 要求能够读英语和中文 而且他还说到一项 说到什么呢 说到就是我希望我这个程序退出了过后 他也还是能够读 那我们就考虑到 是不是要用到一些系统服务 对吧 反正就是这个过程很复杂 但是简单的 我给他归纳成这个样子 那么而且客户还提出 要干嘛呢 要能够他突发奇想 他说要是我们这个程序 能够支持特殊手势就好了 往左一滑 他就开始读了 在屏幕上往左边一滑就读了